掌厨 今天我们学做美味的南瓜煎牛肉 首先我们要把甜椒和番茄切丁 南瓜去皮切丁 洋葱切末 红辣椒去籽切碎 蒜瓣切末 把切好的洋葱末和蒜末放入热锅中炒至透明 再加入牛肉块一起翻炒 随后盛到盘中待用 把南瓜给炒熟 加入红辣椒和小茴香籽 翻炒十分钟左右 把牛肉块放入烤箱容器中 将上红酒 放入甜椒 番茄和南瓜 撒上盐和黑胡椒粉 搅拌均匀 用锡纸封住容器口 随后放入160摄氏度的烤箱中烤至100分钟 时间到了后取出 揭开锡纸 撒上益式香草碎 就完成了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掌厨 资料 猫 看 magn 黑胡椒